我十几年间这样花了110.5万在公屋上面 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 叫做澳门城光记烧味饭店 这次郭先生在晚上找餐厅终于没有采雷了 那是17年的17年餐厅 真的吗 你看在上面 有一个这个小人在上面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单独给大家推荐一起 当你们刷到我这张视频的时候 应该发现我已经看到第五波的刷西快递了 然后这几天呢 我都在朋友圈刷到 很多朋友在晒那个购物的成就 我就很好奇 打开看了一下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 对 我十几年间竟然花了110.5万在购物上面 你才保识没了 郭先生好像听起来有那么略微的一点点伤心 你们看我这个注册天数 5821天 然后下单比数是7464笔 我怎么这么多呀 你平均一天得要下单一点多 一点二单 我天哪有点超出我自己那个预料了 我还去换算了一下5821天是多少年 是15年11个月 现今16年 我自己才32岁 我的人生有一半时间 现在在买买 另外有一点点夸张 我觉得镜头面前很多小朋友的年纪可能都没有我的购物年限长吧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资深的购物达人 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意见了吧 没意见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在电商公司干了八年的运营 我前公司呢它就是某宝和芒果台合资的 算是一家B2C电商网站 而且我入职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商品审核 我每天都要看到成百上千件的商品 所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经验累积 这才造就了我这么会买东西啊 跟着我买过东西的小伙伴应该发现了 在我这里呢 采雷几率还算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我选品还算是蛮严格的 虽然我也不能做到绝对完美契合所有人 但至少呢 我会基于我的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来客观给你们分享 在我这里呢 也不存在什么红黑吧 不好东西几乎就不会推荐 没必要去拉衣采衣 专门去说人家不好更没必要 浪费你们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 不好东西我不推荐不就完了吗 这里呢 我也总结了一下 大家问比较多几个品类啊 比如说买衣服 你们是最爱问我的 我平时自己买衣服 大概会从五个角度来判断 第一个呢 就是款式风格 我觉得这点是最主观的 一是考验你的审美 然后另外就是呢 你要找到自己长相气质比较符合的风格 不过要多尝试 你才能找到自己能够驾驭的风格 然后第二点就是模特体型 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要看一下模特的身形 跟你差异有多大 否则他穿起来很好看 你一上身 那个比例整个就失衡了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摆拍方式 尽量避免一些奇奇怪怪的姿势 或者就是背景过于复杂的场景 这样会让你忽略衣服本身 当然如果这件衣服 是有前后左右那种张力的图片 是最好的 这样你才能够想象 自己穿上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四点呢 就是面料老大一定要准确 对这个面料有个客观的判断 千万不要有太多的想象 或我以为的情绪出现 而且每个详前都会标注面料的成分 每一种面料它其实是有特性的 你得有个基本的概念 如果你完全不懂面料 可以多去商场摸一摸 亲自摸了才知道每一种面料的区别 这样你以后买衣服的话就好辨别了 第五个呢 就是店铺的好坏 我建议大家尽量多去看一下评论 最新评论和差评都要看 而且你要分析一下差评的原因 比如说有一些它是质量或版型 这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就尽量不买 但如果是物流速度之类客观问题 你就评估一下 自己能不能接受再决定要不要买 我觉得如果按照我这个标准 筛选出来的话 你们买的衣服应该能够 避免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 最后就是这件衣服 你穿上之后自己喜不喜欢了 然后平时我给你们推荐衣服呢 都会有深型参考的 所以你们都可以按需选择对号入座 还有就是 户服类的产品到底怎么选择 大家都知道平时我推荐户品 其实不太多的 毕竟是上脸的东西 要更为小心才对 不过我自己买户品呢 大概会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品牌度 这个是不分国货或进口产品的 我主要会选择更有市场沉淀的产品 一些突然爆火的单品 或新兴品牌我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都需要查一下产品备案的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成分 因为这个是户品的核心 然后每一个成分 它的生产来源或活性都是不一样的 成分与成分之间都是有相互作用的 并不是一味有堆砌 而且每个产品成分都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要单个产品单个分析 第三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用户口碑了 因为护肤品不是万进油 它总有主要功效 而且有适合或不适合的情况出现 你尽量过去参考 跟自己同样复制的用户体验 会比较准确一点 你油皮就尽量用油皮的产品 千万不用用干皮的产品 否则你老觉得是产品的问题 那么采状品的选择就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品牌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主要看颜值和使用体验 比如说一个口红 只要它好看 然后使用起来感受还不错 又是正规产家出产的 那你就可以买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了嘛 以上呢就是我挑选产品的一些思路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处呢 平时你们也可以多跟我交流交流 购物经验哦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晚安啦